如果家里有一只特聪明又勇敢的鸡 会是什么体验呢 会不会受到很多优待 大家好,我是小草 我家里就有一只这样的鸡 我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小花 感觉这只小花特别聪明 会来射 每次只要一看到我过来 它就跳到这个栏杆上面来了 也不怕人 就瞅着我 东丑丑,西丑丑 知道我会给它带来好吃的 其他的几只鸡是从来不会跳上来的 只有小花会跳上来 每次我也会特别优待它 给它开一点小灶 带一点小零食 有时候给它带几条面包虫 有时候家里的剩菜剩饭 我都是先给它吃 等到它吃饱了 才会给其他几只鸡吃 这只鸡的聪明 就在于它敢主动出鸡 够勇敢 它没有像其他几只鸡 只是在下面静静地等候 而是敢于冒险 勇敢地跳上来 所以呢,为了它的勇敢 奖励它 每次也会给它开一点小道 小花总是盯着我的手 因为我的手里面有面包虫 它特别爱吃面包虫 好吧好吧 看你这只鸡这么聪明 给你拿点面包虫吧 家里养了一点面包虫 意想不到的惊喜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下期再见啦